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一点关于两重疾风里边有一点要注意的 也就是实际上也是我们在重疾风里边 以后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 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注意到了 使得这个疾风会简单 不注意到可能疾风非常复杂 甚至于有可能做不出来 那就是我们这儿写的这一条 当疾风区域关于X轴 或者Y轴对称时 注意背积函数有否既有性 从而使得疾风简化 那么后面我后来 阔谷里又加了一句话 对称性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不完全仅仅是区域的一种对称 还有包括函数的对称 我已经讲过我们做题目有的时候叫能换对称性 能换对称我们也省事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些题目来说明对称性非常重要 下面第一个例子 计算两重解分 里边是两个函数的和 解分区域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呢 上半元域 上半元域 当然了 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上半元域是一个具有某种对称性的区域 好 这就是上半元域 显而易见 它具有关于X 关于变量X它是对称的 对吧 也或者说关于Y轴是对称的 好 那么第一个函数呢 是Y Y当然对这两边怎么样 当然是个偶函数 对X而言是个偶函数 所以呢 马上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函数R 我们既然是个偶函数 我只要做一半就行了 做一半两倍的 对吧 只要去这一半就行了 那一半我不要接了 去这一半有什么好处 这一半解分好处 你看是端点是0 0到2 0到2 对吧 从这个方向来说呢 是0到上面这个曲线 这都很好的 为什么 解分线如果是0的话 以后用牛的莱布尼茨公式的时候 原函数出来了 0往里带 什么函数 0往里带都是简单的 所以咱们这封线能变成0次好的 第二 还有一个函数后边 Y平方sinX三次方 什么函数 关于对X而言 G函数 所以它在这边做出来和那边做出来 正好符号相反 肯定的 一看就知道 所以马上知道了 所以是两倍的 只有Y DX DY 后面那一项对称性 它就等于0了 那么这D在什么地方呢 右边 那么也可以具体写出来 对吧 好 我们现在写的慢一点吧 就是X大于等于0 等于多少 那太容易了 对吧 0到1 0到1 DX 0到这个 0到这个 这个是谁 圆 Y等于根号下 1减X 4减X平方 半圆嘛 对吧 上半圆周 好了 然后这儿是Y DY 一下就做出来了 这个2在这儿 Y平方 Y平方 圆寒数是Y平方 Y等于它带进去 0到2 0到2 Y等于 这个数带进去 平方以后 正好4减X平方 0带进去 Y平方 0带进去 当然还是0 4阶分 区域的常数阶分 等于这个常数 乘区间长度 8 X平方阶分 3倍的X三次方 下面是0 上面是2 8减去 8 3 3 16 没错吧 下面 计算两重 接风 接风区域 正方形 X在0一之间 Y也在0一之间 有些图当然非常简单了 你不画心里也明白 但是请注意 有的时候图画出来以后 你可能会给你 有的时候会给一些启发 会给一些启发 也有好处 0一 这个接风是在这个上面 1 X平方 下面是 max X平方和Y平方 也就是X平方 Y平方 谁大 这个函数就是谁 那么 像这种上面 这个函数出现这个形式 显而易见 我们肯定要去掉这个形式 不去掉这个形式 咱们做不下去的 怎么去掉呢 那当然就 就要看看 X或Y谁大了 也就是或者说 要把区域给它分一分了 什么地方是X大 什么地方X平方大 什么地方Y平方大 然后咱们就可以区分了 那么这个太容易了 显然有一条对角线 是什么 Y等于X Y等于X 这边X大 这边Y大 对吧 而且请注意 又都是 零一指尖 XY都是正的 所以显而易见 这边X平方大 这边是Y平方大 首先第一步之后 我们解决了 这个圆结分 圆结分 分成两块 两块 第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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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 是谁呢 X大于等于Y 这是一块 没错吧 X既然大了 那就变成 EX平方 DX 第二块 D Y大于等于X 对吧 DY平方 DX DY DX DY DX DY 好了 下面我们就要来结封了 就要来结封了 那么怎么 那么怎么做呢 好 看一看 当然并不困难了 对吧 比如说这一块 这一块上 这一块上呢 0到1 好 0到1DX 这一块上呢 0到 三角形啊 请注意 三角形 下面一条 到上面一条 下面一条 0 上面一条 Y等于X 好 1 X平方 DY 很好了 第二块呢 第二块啊 如果你 那当然我们知道是这一块了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循规导句的做的话 那也许好 你也会 0到1 对吧 0到1 0到1DX 然后呢 Y等于X 这是下面的一条曲线 上面呢 是Y等于1 X到1 Y平方 DY 那么你就发现了 请注意 第一个就很好做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后面 这个接风里边是没有Y的 所以就是盘数成这个接风区间的长度 那就是0到1 X X X平方 DX 但是如果你只要想做这个就发现问题了 所以对Y的接风 这玩意对Y的接风怎么样 不好 接不出原函数的 怎么你怎么弄 你不好弄 但是如果你思考 你脑子稍微清楚一点 这个应该和这个怎么样 应该一样的 刚才不过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先X后Y 先Y后X 显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完全可以跟它一样写成什么 0到1 DY 然后是0到Y 1到Y平方 DX 因为这个函数在 也有某种对称性 什么对称性 关于这条对角线 这两边是对称的 去对称函数也对称 没错吧 好了 所以这道题 我们其实完全可以这样 这一份我们不要做了 你做它干嘛 跟它一样 两倍的 不就完了吗 这就不要写 这个你发现 你原来走了弯路了 走这儿不行的 走不下去的 两倍的就行了 这儿就不用写了 两倍的就行了 那这又非常好了 两X放到里边去 受违分法嘛 那就原函数就是 1X平方 1X平方 0E 那就是 1-1 没错了 下面又来一题 又考研题 试试看 自己试试看 行不行 这一年 Fx在零一上连续 而且使得零一区间上 而且假设零一区间上这个戒风是等于大A的 叫你求两重戒风 当然它已经写成累次戒风了 我再强调 做戒风的题 从戒风 尽可能画出这个戒风的区域来 会给你一些启发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哪怕 你觉得很简单 这个戒风什么样 在哪儿戒风呢 0到1 然后呢 是先对Y记得 Y是在一个三角形上 Y是 对 这个戒风区其实就是三角形 对吧 X从0到1 Y呢 从Y等于X到 Y等于X到Y等于1 那就是戒风区是上面这个图形 上面这个三角形 好 你觉得怎么说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在这个图形上戒风 好戒不好戒 那显然不大好弄了 如果戒的话 因为你 你如果现在是 现在是先对Y戒 先对Y戒风 这个FX就是常数了 对吧 如果你这样考虑 要硬做的话 那好像是不大好做的 0到1 对吧 FX拿出去 FX当然不参加了 暂时不参加 对吧 或者说 我们这样写吧 就看里边 后边这个 FX不参加的 因为我们就分是对Y结封 0 X到1 FY FY DY 怎么弄 不好做 怎么样 有没有想到想法 对称的 对你这个是不是 FX乘 FY 这是一个什么函数 XY是能换对称 X换成Y Y换成一样的 所以你在这个上面 一半戒风 和在这下边 一半戒风 应该一模一样 X换Y Y换X一样 所以非常简单 从这个图形来看 对吧 这个D 或者说 这个D 戒风区域 0到1 D DX 0到X到1 FX FY D DY 对吧 如果写的话 其实咱们可以这么写 请看 如果我写的话 0到1 XY 都是0到1 XY都是0到1 但是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Y大于等于X 如果两重截风 就是这个 就这个函数 做两重截风 在哪做 在正方形上做 正方形是谁 0到X0到1 Y也0到1 哪一半 X大于0 那它 我写得仔细的 它显然等于 显然等于 另一半 你是Y大于X 我X大于Y 不一模一样吗 你这个完全对称的吗 所以怎么样 所以 你这一半截风 就等于整个截风的 二分之一 那就等于 二分之一 这个图形 XY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1 没错吧 当然 有的时候也不 我这儿当然是写得非常 非常详细了 就是说明 这件事情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做呢 对吧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用文字了 你可以看这个背积函数 在这两部分对称的区域 对吧 截风值应该是相等的 所以两倍 整个区域上的二分之一 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也可以的 对吧 我这儿当然是完全把这个过程写出来 好 那就等于 太容易了 对吧 后面这个截风是谁 二分之一 0到1 DX 0到1 FX FY DY 先做这个 做出来是A 再做这个 做出来也是A 二分之一 A 平方 完了 至于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都行 只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就完了 怎么写都行 我这儿当然是一种写法 也可用别的方法来写